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结语二撰写 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第116节 带着那日暮前去拜谢萧皇后 一代齐人呢 她总是嫁给皇帝 而且呢 一连嫁了五次 是历史上的一位齐女子 经历了多次的改朝换代 却总是让那些君王 拜倒在她的石榴群下 这样的女人 那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呀 没见着 被李静啊 给撵回来了 还被她指着 那日暮问了半天 说什么 这少年人要戒之在色 必须保援手衣 这学问呢 才能精进 须知多少少年豪杰 就栽在这个不知自爱上了 你还有脸说我 云叶在心底付菲 你少年时期 到人家阳素府里 看到这红服你长得好看 色心意气 就上演了一出 红服夜般的银戏 这一千多年以后 还在上演呢 现在还有脸来教训我 我只是来看看一个老女人 这也挨着你的事呢 只要老夫还长着印靶子 你小子就不要起歪心思 老夫听说 你喜欢在青楼吃胡瓜 这是一个什么毛病啊 年纪轻轻的不学好啊 那女人就是一个狐媚子 凡是粘了她的身子的 没有一个好结果的 随阳帝 窦见得 宇文化吉 突厥的两代可汗 那哪一个不是死的凄惨无比 你小子 消遣一会儿 迷信害死人呢 明明是那些混蛋不好 干嘛要往一个弱女子身上 扣使盘子呢 你听听 萧皇后找的那几个男人 那有一个好鸟吗 就是没有萧皇后 他们就不死了 那什么理论呢 云叶垂头丧气的往回走 他总觉得自己仿佛忘记了什么东西 只是在脑子里全是幻想的美女图片 就把这些小事呢 都数裂过去了 和哨在军营里又支起了大锅 草原上捡回来的马腿 被他一锅锅的煮熟 然后再抹上香料 一时间这军营里啊 全是肉的香味 总有军官跑来问个价钱 如果他知道 这前几天杨帆启航 星夜无伤的这些马腿上 还沾着人血的话 不知道 他们还有没有想吃的欲望 云叶不吃 孙四秒不吃 许静宗见了就想吐 只有成楚墨拎着一大块肉 像吃馒头一样的死咬 还不时的给那日木分上一大块 很喜欢那日木又恢复了往日的活泼 胃口呢 也大好了起来 草原上死亡是很平常的事 他觉得自己啊 已经表示哀悼了 就尽到了一个突厥女人的责任 不再像那几天一样郁郁寡欢 云叶从他眼底还是捕捉到了一丝悲哀 他只是在努力的掩盖这种悲伤 吐死还胡悲呢 战争的创伤哪是区区几天的时间就可以平复的 他知道啊 这车队所有的人都希望他忘记那些悲伤的往事 这个大咧咧的小姑娘难得的细腻一了一回 那见了每个人都甜甜的喊哥哥 而郎君呢 这两个字除了用来喊云叶就没听见他对别人说过 他其实很聪明 超出所有人的想象的聪明 云叶突然想起来他忘记了什么事了 历史上曾经记载过 传国玉玺就在萧皇后手中啊 他和原德太子想必现在依然收藏着这 寿命于天既受永昌的印喜吧 努力克制住自己想要往萧皇后那里跑的欲望 这回呢 不是想看美人 而是想看看传说中的和氏璧 不知道这方用和氏璧雕刻的皇帝玉玺 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神奇能力 那皇义把他吹嘘的是天花烂坠啊 两个小屁孩 因为有了他 才变身成一代武林高手 如果自己有了这种能力 那谁还敢踹我呀 玉玺对云叶没有用 不用想啊 他都知道那没有什么神奇的力量 有力量的是人 这东西在云叶手里屁用不顶 招来灭门惨祸倒是轻而易举 除了皇帝谁拿谁倒霉 李靖他们都是聪明人 不会猜不到这东西啊 他就在萧皇后的手里 阻止自己前去 说不定啊 就有这种担忧在里边 怕自己啊 摘上晦气 李靖对自己还是非常照顾的 啊 那就不生他的气了 上次在朝堂 踹自己一脚的事呢 也就此作罢了 从一个被好几个混蛋强奸过的可怜女子手里 抢他仅有的保命之物 实在是不合适 咽了几口唾沫 把这个念头啊 牢牢的锁在自己的脑海里 在云叶 还在为萧皇后和传国玉玺纠结的时候 晴朗了没几天的天空 又一次飘起了雪花 这一次没有风 只有雪花飘落 硕大的雪花落在那日木深处的手上 不一会儿就化成了一片水渍 他在帐篷外面站了很久 身上落了厚厚一层洁白的雪 在他被人当成雪人之前 云叶把他拽回了帐篷 那日木的大眼睛里 含满了泪水 哽咽着对云叶说 雪 大 羊 死 他还说不出完整的汉话 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 云叶知道他的意思 今年的雪尤其多 这对草原上的牧民来说 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呀 草原上的草都被压在厚厚的冰雪下面 牛羊需要刨开上面的冰雪 才能吃到一点草根 瘦弱的牛羊 没有足够的力气做这件事 就只能被活活的饿死 那日木把这样的雪叫白魔王 白魔王不但吞噬牛羊 也吞噬人 每一次他的降临 都是草原上的灾难 以前遇到白魔王 部落里的长老就会召集战士 背好战马 戴上弓箭 到有汉人的地方去打猎 每回都可以带回来丰富的食物 那日木家里只有瘸腿的父亲 所以也就没有这些战利品 白魔王给那日木的只有无穷的饥饿 今年不可能了 那些部落里的战士都倒在草丛里了 到处都是大唐国的骑兵 在马上飞驰 他们也在打猎 猎物就是那些躲在毡房里发抖的牧民 看到悲伤的那日木 云烈立刻就把萧皇后和传国玉玺的事情 抛到了脑后 在他心里 什么皇后 什么传国玉玺的 都比不上那日木一个甜甜的微笑 一个被别的男人抢来抢去的半老徐娘 和一个缺了一脚的皇帝玉玺 与那日木相比 都是对这个心地像白云般纯洁的少女的一种亵渎 云烈发现自己对那日木更多的是怜惜和赞赏 一个如同草原上野草一般柔弱 却同时坚韧的像牛皮的草原姑娘 在不经意间已经闯进了他的心扉 白魔王来了 牧民们只能做一件事 那就是趁着牛羊还有一点脂肪的时候 赶紧杀掉 扔在雪堆里冻起来 然后再慢慢的把他们吃掉 这已经是他们一冬天的口粮啊 大唐军队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缴获的牛羊被一群群的杀掉 然后再由和哨把他们制作成美味的肉干 那些被俘虏的牧民们大哭起来 杀完牛羊就会轮到他们 这是草原上的惯例 杀掉多余的人口 为剩下的人留下足够过冬的粮食 祖祖辈辈死在自己人手里的突厥人 远比死在大唐刀剑之下 多得太多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那日木把头包在毯子里 他不想听见族人的嚎哭 那些悲惨的哭嚎 让他的心都要碎了 红成来找云叶 他有些得意 不知为何走路一瘸一瘸的 他刚刚掌握了新的音符 特意牵着一头羊来感谢云叶 云豪 老红已经掌握了您教的音符 都是军中汉子 我老红就不说那些算不溜溜的醋话 今日前来 就是为了昨日冒犯 特意来赔罪 您看 我已经给自己来一刀了 如果云猴不满意 老红就再扎自己一刀 知道您满意如何 这混蛋这根本就不像是来赔罪的呀 那更像是来威胁的 挨刀子对他来说 那就是家常便饭 他都扎了自己一刀了 云也还能如何呀 只好原谅他 军中的二百五 他就是这样 把好好的道歉呢 硬是给弄得血淋淋的 看着他手里攥着说文解字 都被抓得皱巴巴的了 云也把眼睛一翻 叹息一声 这大唐间谍 不能都是这些没脑子的家伙呀 说文解字从出现到现在都不知道印了多少本了 阿拉伯数字这书院已经交了快一年了 自己编撰的算学书写也不知道是印了多少了 你这样明打明的拿着本破书 这四处招摇 有点脑子的间谍都会把你的新音符拆个八九不离十 李二就是这样教自己最信任的手下呢 云侯 现在我大唐密传应该万无一失了吧 红尘还有脸问呢 这云叶都想抽他 老红啊 我现在是怒不可遏呀 你必须让我痛揍一顿 我才告诉你原因 先告诉你 我现在生恶气不是昨天的 而是你现在引起来的 大唐有你这样的笨蛋 那是陛下的耻辱 我等臣子的悲哀 云叶咬着牙对红尘说 老红啊 赶紧把甲咒卸下来吧 挨一顿揍那好处多多呀 小弟我当年挨了一顿揍 就得到了致言的秘法 不知道你挨这一顿揍 会有什么好处 张楚墨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 对云叶说 小叶 你的妞她不许我杀羊 说是她自己少吃一口 就会给那只羊一条活路 那再这样下去 咱哥俩那就只能吃素了 老红这家伙听张楚墨这么一说呀 快速的把甲兽扔到一边 赤着上身对云叶说 有小公也做毛 这好处得要 要不然您揍我两顿 换两个好处 谁说她蠢来着 这她娘的比猴还精呢 云叶都气哆嗦了 指着红尘对程楚墨说 这混蛋犯了大错 今天呢 我必须让她长记性 楚墨 你手中 你来揍她 我揍她 那就是给她垂背呢 长不了记性 你来 找软的地方打 没等云叶再说第二句呢 程楚墨就跳了起来 一拳就揍在红尘的肚子上 打的红尘是腰一弯的 他就一肘子 积在红尘的背上 不等红尘惨叫出来呢 就是一整轮的拳脚啊 这红尘不动他了 这才心满意足的拍拍手 对红尘说 老红 这是你自愿的 那不是俺老成不利的 你也听见了啊 俺兄弟说了 要给你长记性 那不下重手 兄弟怕你记不住啊 藤楚墨 你小子记住了 没人能白白 揍老子一顿 这个仇 老子记下了 不愧是军中的汉将 挨了如此重击 依然把狠话说得清清楚楚 你还有脸找楚墨的麻烦 楚墨 你先出去 接下来的话 你不该听 也不能听 到帐外 把不相干的人都赶走 帐外三十步之内 不许他人靠近 云叶拉下脸 对程楚墨说 程楚墨知道云叶一定有很重要的话 对红尘说 肯定是事关摆其思 他的确不适合在旁边 点点头就出去了 红尘也感到云叶好像真的很生气 乖乖爬起来 躬身后叫 老红 你身在摆其思 应该知道如何守密吧 随妻子 儿女 不相告议 如今你手中拿着说文解字 口里讲着 你已经掌握了音符 这是何道理 这样的不小心 是你一向的作为吗 你作为陛下的耳部 你是不称职的 新的音符 看似繁琐 实则简单 稍有一点头脑的人 都会从这些蛛丝马迹里找到线索 那破解起来一如反掌 你以为我为什么 专门找一本最普通的书来教你们音符 就是想要明白 掌握音符之后 赶紧换其他的书 这条音符我知道 许静宗知道 孙思淼知道 李静知道 这么多的人知道 那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呢 而你呢 还嫌弃知道的人不够多吗 云叶大声贺问 红尘倾刻间 汗如雨下 三膝跪地 腿上的伤口都正裂开了 鲜血从脚脖子往下流 求 求云猴救我 求云猴救我 老红啊 想要保密 首先就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你回去 自己写一本书 不要管内容 你只需要把所有的字写出来就行 这样的一本书 你只需要在你们内部流传 这样一来 就不会有泄密的事发生了 当然了 前提是你们自己不背叛 云猴下官只是十字 并不知道如何书写呀 红尘念怒的说着 要的就是你不会写说 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写的什么 那别人怎么猜呀 怎么破译你的音符 快管 以后我少让我见到你 见到你这样的家伙就来气 我还想多活两年呢 红尘穿上衣服 他终于明白了 云叶是不想参与到百奇思 这潭浑水之中 他看不下去自己的笨拙 就给自己啊 出了这样一个绝妙的主意 这一来呀 如果发生了新的泄密事件 就与他无关了 想想百奇思里森严的法规 红尘就绝了要把云叶 拽进百奇思的想法 赶跑了红尘 云叶走出帐房 外面的雪下的是越发的大了 隔着几十步就看不见人影了 地上的积雪也有半尺厚 沿着浦兵们清扫出来的小径 云叶来到了巨大的尖顶帐篷面前 看到不时有拿着长杆子的捕兵 在推帐篷上的积雪 这雪太大了 再这样下去 对大军都是一个威胁 至少这粮草就无法运转 所有的人都知道 在大雪天里啊 能有一口热汤喝是如何的协议 现在呢 这样的享受被减缩了一半了 晚上的热汤没了 水有很多 几乎是无穷无尽 满地的白雪 那就是最好的水源 可是去哪里去找燃料呢 牧民们用的是干牛粪 现在五万大军 集中在这方圆十里之内 恐怕呀 能烧的早就被烧光了 如果用牛粪 那就是一百万头牛一起拉 也架不住烧啊 现在是下雪 还不太冷 一旦雪停了 那要命的严寒就会到来 现在 所有人只能期盼 这场大雪 早日停下来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作者 杰宇二 演播 今儿 更多精彩有声书 近在喜马拉雅 还不是转发生出来的吗 他就能够抢了自己了 您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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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